群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家园访谈的主持人张杰 本次访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陈破空先生 陈老师是旅美中国作家、政治评论家、知名民运人士 先后就读于湖南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曾执教广州中山大学 美国之音的常任嘉宾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长期从事写作、时评、演讲、电视与电台评论 维护新闻自由和民主价值 有请陈老师 大家好,我第一次上嘉宾来说话,还没有在群组中说过话 不知道习惯不习惯,请大家见谅 好,欢迎陈老师来我们嘉宾群做客 那我们今天就从您这张照片说起 来讲一讲您对中国中共问题的思考认识过程是怎样开始的 经历过哪些转变 主持人说从这张相片讲起 刊登的这张相片是1986年10月 当时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研究生 我是第一次去北京 也是第一次上天安门广场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的专业 首先要需要写论文的需要去北京做调研 另一个也是去做一些民主政治的活动 串联一些朋友 因为在上一年 我带领同济大学实名研究生 已经上书总书记胡耀邦要求政治改革 那么也准备在86年做宣企学潮 在85、86、87都发生了很多事情 86年那次学潮是起源于安徽合肥 高潮是在上海行程 而上海就是我们同济大学是极先锋 是主力军 那么后来结束是1987年1月1号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结束 那年被称为86学潮 或者被称为上海学潮 那次学潮的重大意义就是给1989年 89民运奠基 因为知道那次学潮的一个结果 一个负面后果是 总书记胡耀邦被保守派赶下台 那么胡耀邦在1989年4月25号突然去世 引爆了1989年的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 也就是说86学潮是89民运的奠基 如果没有86学潮 可能没有胡耀邦命运的转折 也没有89民运的大规模的爆发 说到我思想的行程 要说几句 也就是我在湖南大学读大学本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读的专业是土木系 在上海是读的管理 那么那个在湖南大学读书的时候 是16岁多进大学 那个时候思考很多问题 看很多书 在18岁那一年看了一本书 叫斯大林与中央委员会 这是湖南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本书 这本书构成了我思想的根本转折 因为那本书揭露了斯大林的大清洗 那本书我永远记得 作者叫阿一典 阿富托尔汉诺夫 他是苏联社会院的一个院士 那他写的这两本书 实际上这是上一本 上集 下一集是 是说斯大林消灭了中央委员会 那么上一集就是讲 斯大林怎么形成了这个大清洗的过程 他对党内同僚 他跟他革命的同志 七大领袖中除了列宁自然死亡 其他五大领袖都被他肉体消灭 或者是毒死 或者压上刑场 那么大清洗涉及到整个苏共 还有社会上 所以 党内是 数十万人 社会上是数百万 甚至上千万人被清洗 大清洗的时代在中国当时没有报道 我所以看到那个数字非常震惊 当时我就跟我的同学交谈 同学就不相信 就说你又不是苏联人 你又不在苏联 你怎么知道这个书里面写的是真实的呢 我说 我们有心灵 我的眼睛看得很有限 但是我的心灵可以看得很远 我的手很有限 但是心灵可以触摸得更远 耳朵很有限听力 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听到更多 我说我相信的是真实的 而且对比毛泽东的所作所为 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 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斯大林的翻版 就是中国式的大清洗 当时的同学都大为吃惊对我的想法 但是多年以后 他们才知道我的认识是正确的 说在18岁以前还在思索 还在考虑各种方向的话 那18岁那一回我就很清醒了 我认识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话 一个领导人不受约束 不受监督制衡 他可以为所欲为 从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是如此 那么实际上人类的一个根本方向 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政治 我记得后来我到了美国 90年代后期到了美国 有美国记者问我说 我的思想是不是西方思想形成的 我想了一想说其实不是 我说我看到很多西方的民主 但是我看西方的新闻比较少 实际上是从中国那边看到的中文字的书 自己思考的结果 因为时间有限也许我讲的太多了 我的意思就说是我们实际上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都可以自己去思考 就是说通过中国本身有的资料 它的材料自理行间甚至反过来读 你都可以读到 字面上的谬误和字背后的真实和真理 你只要思索通过心灵的思索 越过眼睛耳朵和手的局限 你就可以探索到真理 另外简单说一下 我在1986年是上海学运的策划者和基本上是发起人 后来198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的时候 教书的时候是广州民运的发起人 我在1988年就开始准备 在88年就开始准备 是因为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是五四运动 70周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 40周年 所以为这个事情要发起一场学生运动 来呼唤民主自由 但是没有想到到了4月15号 胡耀邦前总书记突然死亡 突然病逝 导致了北京引发了大规模的民运 然后这个时候民运在全国各地就展开了300多个城市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 持续近两个月 每个城市都有几万数十万甚至百万人上街 但以后北京规模为最大 广州也是规模巨大的之一 您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 虽然是多年前的作品了 但是我们很多的大陆民众 却仍然需要补上这些常识 您能再给群友们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起因和主旨吗 这里我们还想举个例子 您的100个常识一书中也提到过 中共仍在用 它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来作为一种合法性的欺骗宣传 但却不敢让人民真正选择 请您给剖析一下 对于中国的100个常识 第一版是在2007年出版的 后来一个更新版是2016年出版的 都是由博大出版社出版 那么我之所以写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 因为我经过长期的思考 我发现中国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 彻底洗脑 网民说的是脑残 那么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历清 正本清源 博乱反正 那么实际上如果说我的思索的早期 从八岁开始看三国演义开始 那个时候家里很穷 我的父亲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 就为了我定三份报纸 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参考消息 从那个时候思考开始 一直到18岁思想转折 称为就是为民主而奋斗 那么我到了美国流亡初期 我就想开始要写一本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来启蒙 这个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分历史篇现实篇和未来篇 历史篇我总是讲了就是中国历史的起源 还有跟台湾有关的西藏有关的新疆 香港有关的这些历史的来龙去脉 尤其是中共建政前后还有抗日战争的来龙去脉 我都是想以最短的篇幅每一个最短的篇幅以短平快的方式 以每一篇单篇的方式能够给观众听众以不同的启发 当时也希望得了他们的反馈和批评指正 那么后来现实篇就是讲现实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2016年为什么有翻版 就是因为现实有很多的变化 那么未来篇就指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化 在政治上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化 当然要配上就是信仰还有人类道德的升华 整个社会的改变 从人类变化到制度的变化 这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是我思考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要历清历史的真相 比如说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些迷惑 在抗日战争中是国军抗日始终留抵触 而共军不仅不抗日 而且联手日军汪魏政权和普尼 是联手的国军捣乱破坏中华民国 实际上中华民国后来在中国大陆被推翻 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己之力 而前后是连接了日军汪魏政权和普尼 还有苏联共同推翻的结果 那么在现实中那就更不用说 共产党是整个七十年是用谎言暴力 一手是笔杆子一手是枪杆子维持他的江山 就是他的江山靠暴力起家也靠暴力维持 那么至于说共产党声称 共产党执政是人民的选择 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很简单 他就完全可以开放党禁报警 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 让人民做出自己的评判和选择 或者说用选票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是中共恰恰是最害怕选票 也最害怕人民发生 所以他是把这个叫做房民自口胜于房川 这个古代专制王朝的古讯紧紧地抱着 卧榻之策 启容他人酣睡 所以一切都是自说自话 他说他是人民的选择 就跟他报纸上宣传他伟大光荣正确一样 一直到现在 从对领袖的宣传 政党的宣传 都是他们的自说自话 跟人民毫无关系 人民也无从选择 如果中国人民能够自我选择的话 那就是有独立的精神 自由的人格 然后首先是突破严禁 自己该说什么说什么 言论自由 然后是突破新闻封锁 该发表什么发表什么 然后就是要通过 不管是和平的还是其他的方式 来结束目前控制局面 控制中国 不让中国人民有起码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样一个可悲的现状 因为很简单 就像台湾民主化产生了一个词语 叫做主权在民 就人民手上有选票 有权力 他当家做主 他才拥有这个国家的主权 否则他连这个国家的主权都不拥有 也就是国家的主权被独裁者所垄断 所霸占 所绑架 所以这些民众只是失去了祖国 失去了家园 失去了国家的奴民而已 我非常愿意郑重推荐我的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 因为其中是对中共之前的历史 近代史 中共本身当政之后的历史 甚至包括朝鲜战争 对月战争 还有六四事件 还有镇压法轮功 还有之后的这些中共的一些经济发展 或者是所谓的经济发展 这个崛起 还有权力斗争等做了全方位的回答 我觉得对如门的就是有自由探索 要探索真相 要走向世界 要走向未来 走向一个拥抱一个文明的中国 我个人认为 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 恐怕是最好的启蒙独武之一 当然我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 有任何的批评指正 或者有不周全的地方 尽管大家指正 以后也可能还会出第三版 现在人们在现实中想到香港 就会想到六四 香港无论是雨伞运动 还是去年的反送中 香港青年都走在前里 让人们看到了六四学生的影子 您作为一位六四的参与者 怎样看香港青年 您对无中心化的运动模式 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不管是中国的八九民运 还是香港这半年多一年的大抗争 他们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实意意义 都以可歌可泣 而这个雄标史册 只是所发现的空间时间不同而已 那么当年中国的八九民运 是发生在北京和中国三百多个城市 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蹄下 当时中国有改革开放的年代 社会空气相对比较宽松 所谓相对是相对之前的文革时期 和相对于八九年之后的 这种新的垄断时期 控制时期 那么那个时候 中国民众的思想相对开放 或者说中国正经历了十年的改革开放 所以中国年轻人觉得 就像我给胡耀邦上书所写的 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够 应该有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应该走向民主化之路 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完成 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 也遇到瓶颈就不可能深入 香港的大抗争发生在新世纪 就是去年和今年 那是直接导火说 是因为中共要推恶法 所谓逃犯条例 把非法绑架合法化 但是香港的时代条件不一样 因为它本身是150年来 是受以前英国的影响 英国的法治精神 英国的自由精神 尽管在英国殖民时代 香港没有完整的选举 但是香港它有间接的选举 首先有言论自由 有新闻自由 有出版自由 学术自由 人民都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为什么是间接选举呢 因为它英国所任命的总督 是来自于英国政府和首相 表面上是英国旅王签署 但是英国首相和议会都是民众选举的 所以民众选举了之后 有内阁有议会 然后有这样一个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 相当于它任命的一个地方官 所以香港人民跟英国人民一起享有一种间接的民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香港人民就天生的具有一种它的风骨 智气 骨气 它的勇气和它这种独立性 都可以说跟中国大陆内地人形成了截然的对照 但是我之所以1989年的中国学生和民众非常了不起 那是因为直接面对中共长期的一党专政 他们敢起来就是呼唤民主自由 尽管他们打的有些口号 有一些局限性 有一些策略 比如说并不直接的去反共产党 后来有人提出打倒共产党 另外他们也希望党内的一些斗争 能够使内外合力 这也是一种和平改变中国的想法 尽管有局限性 但是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 因为那是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了 当时40年的情况下的中国 那是共产党几乎就是亡党 几乎就是结束政权的一战 只不过学生过于天真 没有想到中共会真的在大规模动用军力暴力来镇压 如果想到那一点的话 提前有所准备的话 那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 由于香港大抗争和六四八九中国民运 发生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 我们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都不合适 都可以说都是非常伟大的巨大的民主运动 而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 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而香港民主运动也是香港历史上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像一百万人上奸两百万人上奸 八十多万人和平集会 以至持久的抗争 直到大瘟疫来袭才有所止息 而这些都是非常震惊世界的 所以我想到一九八九年 当时后来反思有两个反思 一个说学生太过 如果不过的话也许不是那个结果 但是有的时候学生不够 做的不够 如果是太文静 太和平 在前些年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 这个反思在民运界 或者是跟民运界相近的一些 有一种舆论占上风 认为学生做的太过头 太激进 以至于说党内失控 赵紫阳改革派处于不利的地位 然后就对学生摆斑的指责 我认为另一种反思更有意义 实际上当时的学生 当时的北京市民 当时的中国人民就应该考虑到 共产党是一个暴力和谎言执政的 强行执政的政权 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 完全可以考虑到 提前抢占那些广播电台 电视台 占据那些中共党政的药金 就赶在建言部队赶到之前 就控制北京或者是控制一些要害 那么也就是说一种起义的方式 再配上党内的改革派 像赵紫阳他们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 这种反思我想应该在后来居上 这才是应该占上风的 讲到1989年代八九名运 当时我在广州 我是广州的发起人 那么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反思 那就是说中国的历史 有它的必然性 也有它的偶然性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悲剧民主 悲剧国家 中华民主是一个悲剧的民主 那么偶然性就是 当时的胡耀邦突然去世 如果胡耀邦晚去世半年 晚去世两年 中国的局势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苏联的解体在前面 东欧的解放在前 而中国的民主化在后 中国的民主化可能性更大 也就是说再过上的年 邓小平有可能真的是交权给中央军委的 已经是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 而且是总书记 党内改革派又占上风 再加上东欧和苏联变化在前 中国人民再起来民主运动 有可能成功率更高 那个偶然性就在于前总书记 胡耀邦在4月15号突然因心脏病去世 提前引爆了民主运动 而我当时设计的民主运动 应该是5月4号发生 今年这个五四运动70周年 而且应该是有限度的进行逐渐推进 再一个回头来想 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 虽然失败可歌可泣 但是它却促进了苏联的解体 和东欧的解放 我后来见到很多的东欧的一些政治家 或者是学者专家 还有苏联的一些人 罗罗斯的一些人 他们都说实际上苏联的变化 东欧的变化跟中国人民有关 也就是说中国学生市民 和中国人民的牺牲和表面上看上去的失败 实际上导致了东欧国家的巨变 东欧国家执政的那些领导人 在面临民众起来抗议 要去民主化的时候 他们都举中国的例子 我们绝对不能像邓小平 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去镇压人民 屠杀人民 因此就顺应潮流放下屠刀 跟人民实现和解 所以东欧国家多数都实现了和平转型 转型为民主国家 只有一个国家例外 罗马尼亚的独裁者 齐奥塞斯库想跟人民抗拒 但是被人民拿下 他那个内部党内军内也造反 说被拿下在24小时内就被处决 这是一个震惊这个可以说 事件的一个事件 可见当时的历史潮流 再加上两年之后 两年之后的苏联解体 高尔巴乔夫的改革 加上苏联的解体和苏联人民起来 这个粉碎819政变 实行苏联解体 后来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 这个前毒链体国家民主化 也都是在中国八九民运的基础之上 如果没有中国的八九民运 没有中国学生和市民的牺牲 和那一天一夜的 跟这些匪军 党卫军 共产党军队的搏斗 可歌可泣的搏斗 死伤惨重 虽然北京城最后失守 但是整个的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震撼了世界 所以中国人民以他的牺牲 以他的奠基 赢得了就是苏联和东欧的解放 所以这一点 我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 都会记下龙默仲彩的一笔 所以说今天的香港大抗争还没有结束 香港大抗争将于怎样的发展 我想它的意义 当然不会压于八九民运 或者对世界也会有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21世纪的初业 都在全球反共的时代 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陈老师 您觉得中共会在 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压力下 搁置针对香港的国安法吗 那香港的前景会不会有转机呢 而看上去不太可能 因为这次杨洁篪跟蓬佩奥在夏威夷的会谈 杨洁篪和中方所反复重复的一点就是 除了国家安全问题不让步 其他都可以谈 意思就是所谓国家安全 我们都知道是个代名词 也就是中共政权的安稳 也就是一党专政 也就是共产党的红色江山 也就是说这是它的原则问题 实际上它早先我们熟悉的一句话 对台湾说 在意中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 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什么都可以谈 但是当台湾真正提民主化 那就谈民主吧 想每年六四发表六四感言 要求中共反省错误 对人民道歉 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但是中共根本不干 逐渐 中共所设置的那个前提 对台湾 除了意中之外 什么都可以谈 完全是虚伪 这一次中共所说的 这个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 那么它所谓的国家安全范围很广 除了直接的中共政权的安稳 还有就是涉及了新疆 西藏 香港和台湾的事情 因为这些东西都触及到中共内部 和它的领导人的权力的稳定 因为有些领导人执政的时候就许落 他的任务要去解决台湾问题 或者香港问题 作为他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的一个 所谓的筹码 或者是条件 或者是诱惑 来赢得党内的支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不太打算在香港问题上让步 他们最多可以考虑说 他们通过了港版国安法 但是他们暂时不执行 希望美国暂时保持对香港特殊地位的承认 但是这是中共的障眼法缓兵之机 或者说想赢得一个喘息之机 这并不会成为中共让步的一个可能性 或者是最后的选择 所以以中共的本性来看 不仅香港社会要做好这个全方位的抵抗的准备 而整个国际社会都要做好准备 中共在这次人大常委会继续去推进港版国安法的时候 中共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些社评 党媒声称说香港无所畏惧 说香港背靠祖国 什么都不怕 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 不怕外国威胁 在对香港没有任何外国威胁 所有的美国 英国 欧盟 所有的国家对香港都是支持 支持香港 支持香港人民 支持一国两制 支持香港高度 支持港人治港 香港人民的尊严和自治 还有他们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出版自由 和他们的民主权力 还有双普选 这都是各国所支持的 说谈不上外国威胁 上中共那一句话讲香港不具任何威胁 实际上潜台此事 你只需要惧怕共产党的威胁就行了 说香港的威易威胁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要扎乱一国两制 要撕毁中英联合声明 要破坏纪念法 要搞所谓二次回归 不仅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要回归中共 不仅香港要姓中 还要姓党 这是中共的图谋 所以中共对香港是步步紧逼 习近平在效法毛泽东 以为毛泽东可以撕毁跟西藏的17条协议 他也可以撕毁跟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 毛泽东在10年不到 就要把西藏天翻地覆的破坏 那么习近平和共产党也是打算在50年不到 就彻底的砸烂香港 所以共产党只要共产党一党专制不枉 他们前后领导人 前后政权所作的事都是一脉相承 而中共我们看到香港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 有独立关税地位 它可以吸引大量的外资 它可以吸引国外敏感的技术 而且中国的70%的外资都来自于香港 迄今为止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 香港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 但是尽管如此 中共为了政治需要 居然可以砸烂东方之书 所以除了它政治上的需要以外 它还有经济上既得利益的需要 那就是它并不怕香港人民离开 或者说迫使香港人民移民 因为靠近中共体制内的人声称 对香港是留港不留人 对台湾是流岛不留人 而中共毫无人性 它根本不需要关怀什么人 香港人如果移民 它巴不得就像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的 这个是自由的也随便走吧 因为他们的打算是中共的达官贵人 这些红色贵族可以抢进香港 这些红色贵族 中共的贪官污吏抢进香港 他们现在已经霸占了香港地产的50% 霸占了这个股市超过50% 他们还嫌不够 他们也霸展了香港的出版业和很多的图书 这个商店 还有收买了大量的报纸 他们还嫌不够 他们要进一步来控制香港的经济命脉 首先要落实这些红色家族在香港的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历代 几届的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几代的党和国家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香港都有利益 或者他们的房产 或者他们的投资 动辄以多少亿数十亿甚至百亿计 所以他们背后是他们利益的算计 以前我就说过香港一回归 中共高层就处心疾虑 把香港变成他们的洗钱中心 他们现在要把香港之所以不在乎香港丢失国际地位 就在于中共不考虑香港人民的利益 也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 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进一步要把这个洗钱中心变成他们的钱袋子 中共在香港砸烂一国两制 摧毁东方之珠 然后背信香港人民 背信英国 然后也背信国际社会 我想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弹 可能会出乎中共的意料 不仅是美国会取消特殊地位的待遇 而且英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政策 现在欧盟也传出可能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 也就是说把这件事情提交国际法庭 因为中英联合生命是存于联合国的 是一个国际文件 得了国际的承认 各国跟香港的地位和关系也都基于中英联合生命 如果中共认为中英联合生命是历史文件 不具有效力 那么这个后果很严重 也就是说不仅面临国际官司 那么中共跟美国和其他国家所签立的公报和条约 别的国家都可以在理论上认为 中共随时可以宣布它是历史文件 不再具有效力 所以从今以后谁敢跟中共签立任何的条约协议 或者说所谓的公约呢 反而言之香港的问题它的根本问题还是中共的问题 如果中共不灭 不仅中国人民不能够安身 香港人民也不能安身 世界人民不得安身 这就是我在假如中国的100个尝试中反复说的一句话 没有什么中国威胁 只有中共威胁 它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 或者我以前去台湾讲的 它是包括中国人民香港人民和台湾人民在内的共同威胁 所以在这次在香港民众大抗争中喊出了天灭中共 与生同在 本来这之前是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口号天灭中共 但是现在香港人民举起了这样的口号天灭中共 逐渐的任何人都容不下中共 上天容不下 人间也容不下 中共是历史上最大的毒瘤 也是最大的祸害 现在是世界祸害资源 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祸害 也是世界人民的祸害 包括这次大瘟疫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暂时讲到这里吧 谢谢陈老师 您看自从李克强呢 以6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以下的数据 撕破了小康谎言之后呢 犀利矛盾公开化 您对中共当前高层的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 以及这个各自的打算是怎样看待的 会不会有一方能够顺用民主潮流呢 提到中共内部的斗争 中共高层的斗争的时候 我从往往听到一种声音 就是说是不要既向于中共高层 也不需要对中共内部抱一个幻想 其实呢 这个中国的事情非常复杂 历史很很长 5000年的历史 加上共产党统治了70年 中国的长期的专制统治 对中国人民的彻底洗脑 对人民的卢化 太监化 这些都不可低估 那么中国的变国有三种 一个是自下而上 一个是自上而下 再一个是由外而内 自下而上 那就是人民的起义 游行思维请愿 颜色革命 或者是人民的起义 甚至武装革命等等 那么自上而下 就是像这个 类似于像苏联上层的改革 出现了改革派 东欧也出现了顺利时代的潮人物 在台湾出现了蒋经国 能够顺应潮流 再一个是自下而上 跟自上而下的结合 那么这个成本是最低 台湾和前苏联俄罗斯 实际上是这样的变局 那么再一个就是由外而内 由外而内输入了民主 那就是当独裁政权抗拒 甚至招惹了国际社会被推翻之后 就像阿富汗 塔利班政权基地组织被推翻 伊拉克独裁 沙特姆独裁政权被推翻 美国是跟当地民众结合 建立了当地的民主制度 巩固了民主之后 美军再逐渐撤离 这是由外而内 这三种变化形式 我们都不可以低估 我们当然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人民起义 人民觉醒 人民推翻 但是中国人民会决心到什么程度 能够凝聚到什么程度 在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媒体 电视电台 报纸 互联网 控制了所有的资讯 监控到武装到牙齿 监控到鼻子 监控一切的时候 这也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所以中共高层的变化 中共高层的博弈 也值得我们关注 所以回头来说 这一次中共高层围绕经济数据和地摊经济这一场斗争 实际上中共高层始终有两派 有人的地方就有分器 中共绝不是铁板一块 在左边是习近平王忽宁 栗战书这批极左派 顽固派极端的专制派 在另一边有共青团派 就是总理李克强 政协主席汪洋 还有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相对的开明派 我不能说他们是真正的改革派 但是至少是说 他们相对的理性和务实 不至于那么的走极端 那么这批人对习近平 他们是不服气的 而且是在进行软的硬的斗争 尽管习近平王忽宁在权力控制上占上风 控制了笔杆子和枪杆子 但是团派他们在可以说道义上 相对的道义上占了上风 以中共高层的斗争 会不会出现一派顺引历史潮流 实际上在中共历史上已经出现了 而就像最明显的就是89年前后 我们看到的前总书记胡耀邦 前总书记赵紫阳 都是相对开明的人物 他们也有思想转制的过程 先从经济改革 然后是政治改革 赵紫阳晚年就说过一句话 他对来探访他的人叫杜道正 他的老部下说 他说老杜啊 他说我过去也很走啊 他说我过去也做了很多的错事蠢事 但是我是幻然醒悟啊 所以他意识到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他在晚年的回忆中说 多党制 议会制 民主化是人类的唯一的方向 而其他一党制 军事独裁 什么君主制 世袭制 都证明不合时代潮流 不合人民的需求 都是要被抛弃在历史垃圾堆 赵紫阳的觉醒作为中共总书记 这样的觉醒是难能可贵的 讲到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1989年的偶然性就在于胡耀邦总书记的提前和突然去世 胡耀邦总书记如果说在两年后去世的话 那么赵紫阳完全可以接位 赵紫阳已经是总书记 而且是军委第一副主席 邓小平随时准备退下 邓小平退下 或者是邓小平不管是会邓小平死亡 那么真正的实权就会落在改革派手上 如果落在了改革派手上 而加上国际上东欧和苏联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那么赵紫阳在跟 哥尔巴乔夫五月时尚会谈中已经说出来了 他说如果一党专政已经走不通了 那么多党次就会提上一时日程 把话都说穿了 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历史的偶然性是另外一种 那么我想党内高层的变化顺应民心 这个迎接民主政治并非不可能 就展现了这种可能 蒋经国晚年突然开放党禁报境 然后宁愿把江山交给台湾人民 也不交给中国共产党 他宁愿跟共产党是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 但是对台湾人民却网开一面 还政于民 不仅兑现了国民政府 国民党所说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不渠 实现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一项 而且在他晚年做了一个重大的选项 把台湾推向了一个民主社会 这是台湾大的党外运动 台湾的民间运动也是主要的 所以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果 使台湾的变化称为迎进革命成本最低 那么反过来看中国 将来仍然存在这种可能性 党内的高层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 背后所隐藏的方向性的斗争 如果有一派相对开明的人 能够占据政治舞台占据权力的话 跟人民相结合 把这个权力要把他的支持系组放在人民一边 那么中国变化的成本会更低 习近平掌权支出 包括在内很多人都对他喊话 或者说对他是有所期待 希望他在巩固权力之后 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 能够干一番大事 向正的方向走 那就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和宪政 就像完成胡耀邦赵紫阳未尽的事业 还有八九民运未尽的愿望 但是事与愿违的这个人看上去 这个老金极左 而且跟他父亲完全相反 老后长得完全对他父亲来说是反骨 那么这个完全是要维持共产党的江山 以红二代太子党自居 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二代 是秦二世要维护秦朝 或者是崇祯皇帝要维护明朝 明朝中心 所以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这令人遗憾 但是他这条道路走下去 不仅对整个民主和国家是一场灾难 对他本人迟早会证明是一场灾难 当然我们不能确信中共党内高层 说包括李克强汪洋或者是王岐山 或者其他人就一定是改革派 一定会走民主之路 但是党内高层所存在的斗争 始终有它的意义 如果其中有派 尤其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派 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直接向人民喊话 得到人民的呼声跟人民站在一起 他的力量将是无穷 尽管另一方掌握了军权 掌握了笔杆子 如果说他的对立面有亿万民众的支持 那情况会异事 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变化 国际社会我们注意到 5月底美国发布的对中国的战略方针 已经做了根本的调整 把习近平作为他们指名道姓的头号大敌 把习近平用选择性反腐 反对党内政敌作为迫害人权的头条 政治迫害的头条 说明美国已经抛弃了习近平 美国站在了反习势力这边 美国希望反习势力 相对武实相对理性的这一派 能够跟文明世界相结合 走向一个理性的和文明的新世界 但是美国国际社会的期待 也是中国人民的期待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不能够抱幻想 我们不能把这个 就是说希望寄托在偶然上 寄托在党内变化的偶然上 而且他们权力斗争的 这个成败得实也不是我们所能够把握的 只能够去分析和预测 所以命运还是要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 自己手上 14亿中国人要成为自己的主人 要自己行动起来 从启蒙到行动 这有个过程 但是中国人民 最重要的是行动 而且最重要的是团结起来行动 单独的行动 做个体的英雄有它的意义 但是团结的力量是巨大的 在形成一股洪流之前 先不必说要轻举妄动 但是形成了相当的力量和洪流之后 应该是步发这一发而起 古人说的是登高一呼印者云己 以洪流之势 对共产党共产之间成为吹枯拉朽 这才是中国人民应该考虑的主线条和主题 重一句就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是真实的 还是假想的 它绝对是真实的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所写照的 即便是毛泽东时代那么开国之君 居高临下 所谓万人之上是皇帝之称 但是他的部署都在反对他 直到他把他的对手全部消灭 到晚年才坐稳江山 靠这个张春桥江青比他小一辈的人去把握江山 但是他没想到他眼睛一闭脚一蹬 他所任命的这些顾名大臣 他信用的文革派 他自己的夫人侄子 要这个隔代接班的侄子 还要这个真正接班的江青 这些都被这个对立面所抓捕 所以毛泽东最终是这个死亡之后 他的布局还是失败了 所以更不用说邓小平时代 以及后来的这个江湖时代 到今天的习近平时代 党内斗争一直存在 而这一点我们不能够是说是视而不见 所以党内斗争的存在是真实的 他斗争的激烈程度也是真实的 到了一定时候 甚至可能出成这个党的分崩利息 这种可能性都存在 就跟前苏联一样 谢谢陈老师 中共病毒呢 全球受化以来 尤其是美国遭到重创后 美国对中共政府的政策不断的全面升级 那么贸易战在其中双方的对峙 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这次大瘟疫 就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 或者是中国大瘟疫 显然是中国制造中国隐瞒 中共制造中共隐瞒 中共传播的 那么这个进一步的教育了全世界 这是个象征意义 那就是说我前面说到没有中国威胁 只有中共威胁 是包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内的 共同威胁 那么现在就可以验证了 这个威胁到了每个国家的家门口 到了每个家庭 到了全世界的每个人身上 就近在咫尺 所以全世界意识到共产党的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中国国内 尽管共产党通过通知千百年的媒体 通过王沪宁掌控所有的舆论工具 在进行反宣传 甩锅给外国 甚至给一些中国人造成错觉 以为问题出在美国 以为中共防疫抗疫成功 但是全世界在中国以外的舆论都知道 这个中共是祸害资源 中共制造了这个瘟疫 而全世界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追债 所追债所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自知心慌 所以他现在中共抓住一个救命稻草 就是所谓稳住中美关系 那其中又抓住一个关键一点 就是去兑现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因为中共这次在夏威夷 杨洁篪跟蓬佩奥会谈的时候也强调了一个重点 就是中共会继续遵守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那么实际上他这句话一语双关 既是一个承诺也是一个威胁 他的承诺就是 你们都知道我们中共从不遵守任何的国际条约 双边协议 或者是甚至是世界卫生组织 或者是世界贸易组织 甚至联合国的这些章程 但是我们是选择性的执行了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表示唯独对美国有他的所谓的善意或者网看一面 但是他也在威胁川普政府和美国方面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执行这个协议的话 恐怕会对川普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冲击 也就是在说美国最好不要给他极限施压 川普政府如果要赢得竞选连任的话 就放在某些方面放中共一马 这是他的潜台词 所以中共选择性的执行这个协议 也就是执行了美国第一届的贸易协定 是暂时的也是选择性的并不经久 一旦这个农副和就像农副与蛇的故事 东国先生与中山狼的故事 一旦这个狼和蛇赢得了喘息之机 他就会马上烦咬一口 所以美国应该意识到即便他执行这个协议也是暂时的 也是选择性的 中共随时可以翻脸变脸 所以这是中共在绝望中的抓住的一根稻草而已 但是当然反过来 如果中共不执行第一届的贸易协定耍花招的话 一方面贸易战仍然保持在那里 很多关税并没有解除 而且贸易战还可以全面升级 而且贸易战的效果已经就是大显 那就是大量的外资外企都在撤离中国 所以中国出现了三大潮仍然在持续 并且不断的高潮 那就是外资撤离潮 工人失业潮 工厂倒闭潮 这足以的挖空中国经济 如果说川普说过 美国过去花了40年时间来重建中国 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保守的说再花40年 美国足以拖垮中国 就拖垮共产中国 拖垮共产党的经济基础 所以今天的中共虽然是傲慢 武装到牙齿以为崛起 但是你发达了 报复了 富得流油了 成了爆发户了 并不是说你就从此报复下去了 不仅中国历史上几千年 每个王朝都有忠心大志盛事的时候 但是最后王朝都归于毁灭 那是因为政治没有变化 就像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 说中国没有历史 中国都是一个朝代代替一个朝代 历史在那里循环重复 它跟外国其他国家相比 跟西方相比 没有什么历史的真正进步 因为政治没有变化 所以这个王朝兴起 王朝中心 王朝盛事 王朝这个所谓的鼎盛 最后是王朝腐朽 王朽末落 王朽败王 这也是我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中所阐述的 这条历史规律对今天的红朝 中共仍然成立 所以只要政治上不做变革 今天的所谓荣华富贵将会是过眼云烟 有三个例子 一个是北朝鲜 一个是津巴布韦 一个是委内瑞拉 北朝鲜在以前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 它的经济基础和它的经济条件 一直比南韩 韩国好 那是因为日本在 吞并了朝鲜半岛之后 日本治理朝鲜时代 它的重工业和基础建设 都放在北方 跟中国的满洲里相结 东北三省相结 所以北朝鲜的工业基础 交通基础 经济产值都远大于南方 但是我们看到朝鲜 守一党专政 结果是什么 经过韩国的民主化工业化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后 双方的对比是20比1 而人口是2比1 韩国跟北韩比 所以北韩远远被甩在后面 就北韩曾经富裕过 比南韩还富 这次他1950年6月25日跨过三宝线 攻打韩国的底气 但是最终他不仅在军事上 政治上失败 而且在经济上一败涂利 成为一个贫穷饥荒之国 非洲的津巴布韦 曾经是一个非洲的明星国家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 仅次于南非的成就 但是1980年 这个津巴布韦独立 这个沐家被号称是独立之父 民族英雄 然后以独裁的方式 一党专政的方式 治理津巴布韦 结果是贪污腐败专制封锁 最后津巴布韦在他的治理下 经过他30多年的独裁 成了一个失败国家 都知道津巴布韦失败到什么程度 不仅经济崩溃 连他的货币都成了 连潮子都不如 通货膨胀率高达 百分之多少亿都可以算不出来 最后那个货币就成了一张废纸 完全成了一个失败国家 那么委内瑞拉 南美的委内瑞拉 是以前是明星国家 曾经有一段非常灿烂的民主化 和经济的兴旺 他的兴旺程度 可以说在南美中美都是一颗明珠 还每年举行选美活动都吸引了世界 但是经过这两个 搞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个人的折腾 是查韦兹 一个是马杜洛 号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号称要学俄罗斯 要学中国 要跟中共相勾结 跟俄罗斯相勾结 反美 然后走上一条不下台的 变相的一党专政的道路 甚至不惜通过汇选舞弊 来继续赢得他的连任 结果委内瑞拉很快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经济崩溃 大量失业 街道肮脏 到处是垃圾 货币不值钱 货币连卫生纸的价值都不如 人们宁愿把货币当成卫生纸来使用 也无法去交换 经济通货膨胀也是什么百分之多少亿 尽管中共给它输血打气 动辄五十亿六十亿 甚至五百亿六百亿 结果根本不能挽救委内瑞拉的彻底的败亡 又成了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 实际上中共虽然庞大 中共今天的发展模式 它要重复的道路 无外分就是北朝鲜 津巴布委内瑞拉的道路 假以时日 我们看到共产中国经济的败退 成为一个失败国家之后 政权的败退也会相伴而生 那有可能政权的败退或者垮台 在经济垮台之前 也有可能经济的垮台在政权垮台之前 这两者是互相出境 最后是同归于尽 这个败退给中国人民会带来相当的损失 但是中国人民付出这个代价 如果能够葬送一党专政迎来中国中华民族新的一页 那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您认为美国能推倒中共的防火墙吗 中共物理断网的可能性以及后果会是怎样的呢 我在七年前写了一本书 关于就是假如中美开战 2013年中文版 2014年日文版 现在就是有签约准备要重写这个英文版 那么这本书 我在最后涉及中美开战的时候 就是关于互联网 说美国跟中国摊派的一定时候 就通过这个技术手段 摧毁了中共的互联网封锁防火墙 那中共就发飙就断网 但是美国也通过高空卫星 太空站的方式 使中国人民有电脑有手机 就可以无线上网 结果由于中国人民能够无线上网 很快就觉醒并起来发动人民的抗议 从近战到颜色革命到起义 而美军在中共一再的挑衅之下 挥军直入 结果里应外合 中国人民对美军是家道欢迎 这个中共是土奔瓦解 我不仅论述了这个可能性 而且写了一个生动的就是模拟场景 就是假如中美开战的模拟场景 所以互联网是中美摊牌的最后一张牌之一 今天的中共主要是通过信息封锁来控制民众 也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 当枪杆子一时排不上用场的时候 王沪宁之所以对习近平很重要 就是可以控制笔杆子控制信息 所以如果是推倒了防火墙 如果是让中国人民都得到真相 不仅翻墙民众得到真相 就连普通民众都得到真相 民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好 请下一个问题 谢谢陈老师 最近的北韩把南韩的联络处给炸了 您认为是中共在背后操纵的 还是北韩另有什么企图 这件事情北韩挑唆南韩发动军事威胁 并且炸毁了韩韩朝的这个联络办公室 在开城工业园区 这件事情对北朝鲜和中共都有份 主要是北朝鲜方面有两个需求 他对外的需求是进一步的扼诈韩国 既然韩国总统文在寅像这个金大宗和陆武选那么傻 要奉行阳光政策 而亲北韩的政策 那么他要扼诈更多的物质援助 他内在的目的是金与正接班 这说明金正恩的确处于并重并危的状况 而金与正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 因为每一个北朝鲜的接班人 他都要以欺负韩国对韩国动出动应来巩固地位 就像金正恩接班前夕的去发动了盐平岛攻击 和天安舰集成事件来巩固他的接班地位 金与正今天对韩国的叫板是为了巩固他的地位 另外一个需求就是中共对北朝鲜的背后的一个煽动 那就是因为中共这次大瘟疫也祸害了北朝鲜 北朝鲜据说有至少五千人以上死亡 更多人被隔离 那北朝鲜肯定要从中共算账 但是中共对北朝鲜有变相的赔款和进贡 那就是大量的物资援助大量的金钱输入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希望换取两点 一个换取的一点就是北朝鲜的报纸 罕见的是批评美国是给中共撑台 认为美国不必要指控中共是祸害的来源 说明是大量的经济援助还来朝鲜劳动党的这一句话 另外中共还期望北朝鲜在这个时候挑一些事端 是北朝鲜半岛波澜在一起是美国分身 那么这一次不排除是中共要这个金与正金正演的这么一出戏 但是这一次的主角还是北朝鲜 北朝鲜对中共是利用而已 中共对北朝鲜完全没有支配的能力 因为北朝鲜桀骜不驯 所以这场戏演下去 我想中共捞不到实质性的好处 只会大量的进贡和大量的赔款 给北朝鲜另一种方式的赔款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 那现在对于眼下北京疫情二次爆发 有说法疫情可能两会就开始了 而且有些确诊病例与新发地市场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情况如同当时武汉发病者 有些并没有去过华南的海鲜市场一样 而中共重点发布以新发地市场为疫情的爆发点 是有谋划为了甩锅 也没有多少人相信疫情与三文鱼有关系 您怎么看呢 北京疫情二次爆发戳窜了中共防疫成功的神话 因为中共宣称防疫抗疫成功还要全世界抄它的作业 不仅没有任何国家抄它的作业 而其他国家比它做得更好 包括台湾 新西兰 香港还有其他众多的国家 那么北京疫情二次爆发让中共很尴尬 因为除武汉之外 北京是它死守严防的一个城市 严实密封都爆发了这么大的瘟疫 其他城市可想而知 而它所公布的数据 对中国人民来说都要乘以10 乘以100 所以北京疫情的爆发之后 我想中共高层连它的统治基础都可能受到动摇 因为他们要撤离北京去办公或者又要躲起来 所以这个事情它甩锅给三文鱼也好 甩锅给基层也好 完全没用 而在党内高层恐怕也就激发斗争 那就是为什么你不撤习家军蔡奇的职务 为什么要撤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亲信蒋超良 湖北省委书记的职务 这个在中共高层恐怕会有新的论战 这一次北京这个突发疫情似乎来得过早 是否会对全球正在形成的围剿中共的形势复杂化 因为全世界都受中共大瘟疫的重创 那么中共认为自己倒霉 要让世界倒霉拖大家下水 但是现在看到北京二次疫情的爆发 对整个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深受其害的民众 也可以说要观察一下中国的情况 所以这个并不会影响全世界的反共联盟 和对中共的围剿 只会加剧围剿中共的过程 这个问题就简单回答 请下一段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精彩分享 接下来是群友们的这个提问互动 那首先呢说明一下 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可能回答完所有群友的提问 还请群友们谅解 关于杨洁篪找蓬佩奥的会谈 因为中共曾经大面积攻击蓬佩奥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把蓬佩奥说成是人类公敌 而中共知道自己才是人类公敌 他只是要给中国人民造成误判而已 而中共曾经还有一个企图 以为通过对蓬佩奥的个人攻击 能够出示美国高层的变化 以为川普总统会让蓬佩奥辞职 但是他后来发现蓬佩奥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是美国的鹰派人物 也是川普所信用的人物 所以中共也不得不跟蓬佩奥谈判 但是派出的是中共内部相对割派 相对建峰使徒的一个中间派 一个老好人杨洁篪去会谈 杨洁篪是历山见而不倒 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 到习近平时代 说明这个人就是一个活稀疑的人 但是杨洁篪跟蓬佩奥会谈的时候 持续了一天半 从16号晚上到17号9点到4点都持续 其实就是三个词 激烈争吵 还有凌成果 还有就是说 双方的谈判破裂 那么这个谈判 杨洁篪是硬着头皮上 要表达一些中共的观点 那么那两条就是说 除了国安之外 其他都可以是说 会遵守第一届的贸易协定 但是杨洁篪实际是微信的表达 因为从他内心来说他也不太认同中共内部的那种 所谓这个战狼外交或者是极左路线 就像今天的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一样 张晓明之所以被撤子贬到副主任的位置上 就是习近平和王沪宁 献他不够硬不够强 所换上了这个敢拆教堂 敢扎十字架的夏宝龙习家军人物 去当港澳办主任 但当了港澳办副主任的张晓明 为了保住头上的副主任的乌纱帽 居然厚多脸皮 去说什么香港的媒体 批评中国政府就是颠覆 所以这是硬着头皮上 逐渐中共内部的官员 很多不赞同现在的极左路线战狼外交 但他不得不表态 证明他们自己是世俗官员 仅仅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和自己的既得利益 蓬佩奥跟杨洁篪的会谈完全没有意义 是中共的要求 中共的需要 他需要做宣传 表示中美关系很重要 向中国人民宣传 跟向其他邻国做宣传 表示中共可以跟美国谈判 但实际上这样的谈判都是中共的战延法 是缓兵之计 就像国共谈判一样 我就再三告诫美国方面 要把国共内战国共谈判的历史研究清楚了 就知道今天应不应该跟中共谈判 大家一定要记住 讲经过晚年的话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这才是对共产党正确的战略 当然并不容易 但是至少要识破中共种种 在谈判中使用了后悔学和超限战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说是中共民主化之后 中共是不是像国民党一样存在 这端是中共还有没有改革的机会 恐怕时间已经不多 如果中共的改革派 开明派 或者相对的理性务实派 能够占上风并且出现蒋经国事的人物 那还可以 但是问题是中共恐怕没有这样的时间 目前看来极左派极端独裁派占上风 就是要回到文革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种人占上风 所以中共就是继续在向纳粹德国的方向滑行 我想它最终的前途有可能就是像纳粹德国一样 受到中国人民的唾弃 也受到全世界的唾弃 就像美国禁止三种人入境一样 禁止恐怖分子入境 禁止纳粹分子入境 禁止共产党人入境 这说明共产党跟纳粹德国 跟恐怖主义是相提并论的 纳粹德国叫国家社会主义 中共叫社会主义国家 恐怖分子叫恐怖主义 但是中共是国家恐怖主义 第二个问题 有观众说民主国家存在左派右派 中国民选里会是左派右派 现在考虑这个问题为时尚早 中国成立民主国家 如果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它当然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 多党制里面就会有不同的多元的色彩 这些色彩不仅仅是左和右的事情 也不仅仅是世界派或者是民族派的问题 它中间会有很多的中间色彩 说的一些都不重要 多党制最重要是公开的选举 民主系 在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公开选举 公开罢免的基础之下 实现了选举 最后凝聚民心来执政 得民心者得天下 而不是像中共这样是强迫和勉强 所以在那个时候 现在来谈左和右为时过早 有人提到我跟司马南辩论的体会 我知道司马南是共产党的 所谓最能辩护最能辩论的一个极左派 毛左派这个吹鼓手 包括他还有所谓的孔庆东 还有什么其他几个人物都是非常的嚣张 那么司马南以前在他跟我辩论之前 他到美国之音做了几次辩论 美国之音内部的同仁告诉我说看上去好像是民运人士 还不能够占上风 因为司马南摆出一封咄咄逼人 居高临下气势汹汹的样子 说包括像好几个有名的民运人士 就辩论之后都非常的沮丧 离开了演播室 那么后来再一次 这个司马南又一次挑衅 要要求跟民运人士辩论的时候 也就是2015年1月 本来我的经常做的栏目是焦点对话 那个时候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保生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内部开了会 说司马南又想来辩论 说他们内部讨论来讨论去 觉得只有陈破空出马 可能才能够自助他 所以就听我的意见 我就欣然答应 我说没问题 所以我就跟司马南进行了那次辩论 我记得是2015年1月份的那一天 但是没想到那次辩论的收视率很高 传播业很广 那么当然很多民众对我有很多的称赞 我不敢当 我只能说是这个尽了自己的努力 但是并不能说做的有多圆满 但是我认为我在气势上 在辩论上可以完全压倒他 因为我在辩论之前我就想这算什么 这个人完全就是站在那种专制独裁 这个谬误错误 历史垃圾堆那边 这有什么值得一搏 只要他一出来 我就立即压住他 对他进行那个驳持 如果说我能够跟其他名义士相比 相对占上风 至少没有落败的话 那我想我首先是就在信心上 在这个气势上 我决定要占上风 所以对而且我决定对这个司马南毫不客气 对他 只要他提出什么我就要进行追打 不管他这个虎脚蛮惨到什么程度 所以那次的辩论我觉得是非常的轻松 而且司马南是这个显得有点焦头烂恶 但我还是面带微笑 而且我一直要把他追打到最后 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必须在气势上占上风 必须先把气势把它压倒 然后这个理论那些都不成问题 那个对我来说都是信守粤难 而那些歪理学说 歪理活久蛮惨也根本不值一搏 所以气势上占上风 然后有十足的信心 然后一种快速的语速和这种 这个完善的理论基础去击败他 这次应该是不成问题不在话下 观众提到说 中共为什么疯狂的对付基督教 大家要回想一下义和团时代 红威兵时代 这实际上是一个义和团和红威兵行为的翻版 因为当年的义和团 他这个毕竟是在民间没有执政 而满清对他是利用 所以义和团所谓的扶清灭扬 而义和团实际上思想分裂 义和团主要是汉人 但满清是灭亡了中国 是一个外来政权 满清自己的皇帝都说 他们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的组织 而中国人是奴才 但是义和团实际上卖身投靠的是满清 他还认为他有什么民主气节 所以义和团杀传教士攻领使领馆 杀害中国教徒 那么后来引来了八国联军 后来大外联打派 蜻蜓也打败义和团 义和团也被满清所剿灭 在八国联军的要求下 大革命的时候 这个红卫兵闹腾也攻打这个使领馆 也曾经要这个所谓破三坏四旧 砸了文物古迹 不要说是把中国历史上 百分之八九次的文物古迹 都复制一具意为平地 而且包括这些佛教 基督教 各种 伊斯兰教的这些寺庙 这些传承都未能倖免 那么 所以这是红卫兵 但是红卫兵也没有执政地位 他是被毛泽东所利用 利用完毕达到刘少奇 他们那一派之后 红卫兵就被打伐 上山下乡 然后红卫兵的五大领袖 都被投入大牢 什么宽大富 陈阿大 什么谭后兰等等 那么今天的不同 就今天的新时代的义和团 新时代的红卫兵已经执政了 这就是文革一代 就是习近平王滬林 栗战书这些人 他们成了新的红卫兵 新的义和团 他们掌握了执政地位 他们可以居高令下 动用国家权力来破坏宗教 在中共的所作所为 尤其在浙江省 在习近平的主政地 通过夏宝龙 他的习家军人物 大肆地砸烂 基督教天主教拆毁教堂 拆毁十字架 还有在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破坏 以及对新疆清真寺的捣毁 和砸烂清真寺上面的月牙型标志 这些对宗教的破坏 都是一个义和团红卫兵行为的翻版 我想他们实现了 义和团和红卫兵未尽的这些 他们的这些罪恶的这些遗致 但是就像义和团红卫兵 最后的下场非常可悲 没有好果子一样 我想今天执政的这批义和团和红卫兵 将来的结局也会非常的悲惨 与神着对没有不下地狱的 网民提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幽默 什么叫做扛麦子十里三路不换肩 实际上现在当政这个人是非常土的 在当副主席在墨西哥访问的时候 说有些外国人吃饱了 没事干 我们一不输出贫困 二不输出什么饥饿 三不折腾他们 还要我们怎么办 那种吐气所表现的是没文化水平低 思想警戒低的一个表现 实际上执政之后 这个人把他说的不干的三件事全干了 他又输出饥饿又输出贫困 又折腾别的国家 以这是大瘟疫为例 大瘟疫重创了各国经济 也给各国带来了大量的失业大量的贫穷 甚至有些国家的人的确就陷入了饥饿 而且是对世界各国的一种折腾 所以这种没有受过完整的系统的良好的教育 也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考 没有站在人类文明的一边 或者站在进步的潮流上进行思考 所做的事情 跟他所说的话都是荒谬可笑 对他个人误导也都罢了 对整个民主对整个国家的戕害那是深重的 这也是一种可以历史不可饶恕的罪孽 如果不改宪异责的话 跟前些那些独裁者一样 会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民主化之后是不是我要居住在中国大陆 当然因为讲实话 就是说流往美国是迫不得已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实际上流往美国之后 我一个环境的感觉 就是说对环境感觉不清楚 因为一国他乡对环境和空间没有清楚的感受 因为整个思想状态似乎还生活在中国 所说关注的事情还是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等等 所以也就说整个人生都在为中国民主化而奋斗 从八六学朝到八九民运 到两次坐牢到流亡美国都是这样 所以要忘记中国 忘记中国的民主化是非常难的 所以中国民主化之后应该说我本人肯定会回中国去 继续为国家为民主的虔诚而奋斗 尤其为实现民主化 巩固民主化 让中国成为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而奋斗 而且我相信将来在中国执政的人 不应该是从来没有出过国的那些土拔路 应该是 就是说土拔路这个话说的太广泛了 也抱歉 就是说应该是 就是说基本上是放眼看世界 在外国有留学经验 有工作经验 有生活经验的人 那么这些人心变软了 心变迟了 然后也有相当的信念 如果在中国的区域执政地位 对中国的良性发展 对中国融入文明世界是大有助益 有一个人说什么中共不会垮什么六教合一 尊习为地 又是什么以大教为众 这都是一种旧思维旧思想 这些想法都是 就是我建议这一位叫大卫的这位同胞 应该多读点书 如果是不嫌我给你推荐的话 首先你读读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 再读一下我的中南海后黑学 再读一下关于假如中美开战这些书 或许对你有所启发 在那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探讨更为合适 或者我们现在在信息不对的那基础上来探讨 恐怕是有一些难度 另外你也可以看看就是《九评中共》这些书 应该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启发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探讨 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会好一些 一个人说民主比较贤能政治 这个是对中国历史 对这个世界历史都不了解的一个表现 中国人就因为受儒家事项的影响 就现在里边以围绕一个所谓的闲论政治 或者是一个民君治国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民主制度跟专制制度的一个差别 就在民主制度具有必然性 而专制制度具有偶然性 什么叫专制制度偶然性 就你遇到一个民君一个好皇帝 天下给太平若干年 但是这个民君过了 如果继承这个民君的人是一个昏君 是一个坏皇帝 那天下就要遭难不知多少年 而且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推翻和夺权 让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 整个国家崩溃 建立好的所谓大治中心盛世繁华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世界经济产值第一位 甚至经济产值占中国占世界一半以上 直到满清末年都如此 所以经济成果并不能代表 政治成果也不能代表中国人过长安稳的日子 但是民主政治它却具有必然性 它的必然性就在于说 它是监控 它是大社会小政府 跟专制社会的大政府小社会不一样 它整个民众是对政府构成监督 政府和领导人只能在民众的监督下 这个战战兢兢成谎成恐的进行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民主的必然性就是它相对的稳定 而经济成果能得到巩固 政治制度也是相对的稳定 民众的权力和呼声能够得到伸张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人说 那个大卫说被禁言不用禁言 他想进来就进来吧 我已经回答他的问题了 还要谢谢他提问 好 大家继续提问 三峡大坝会在今年溃坝吗 三峡大坝随时可能溃坝 三峡大坝在 是六四屠夫李鹏的两大工程之一 李鹏有两大政治工程 一个是六四大屠杀 再一个就是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在六四之后 强推上马的时候 人大政协表决的时候 在人大里面罕见的低票 有三分之一的反对票 他不得人心 三峡大坝除了李鹏去过 江泽民去过这两人去过之外 其他领导人都晚去前去 后来的胡锦涛 温家宝 朱镕基 他们都晚去三峡大坝 那么原因就是不愿意给李鹏这个政治大坝背锅 因为这是一个拍脑袋的决策 不是一个科学决策 超过一半以上的科学家都反对三峡大坝 认为对生态对环境都是一个破坏 而违背了大雨治水的历史教训 大雨治水的教训是说疏通而不是拦接 这个三峡大坝是一个拦接 就是滚的方式 滚治水的方式 所以他必然失败 说三峡大坝已经扭曲变形 那么现在中共的选择就是主动炸掉它 还是说被动的垮它 甚至在未来的战争中被炸垮 这三种情况都会导致三峡大坝的溃敌 那么溃敌之后当然受损受害受损 但是长江中下游广大的民众 亿万民众将成为淹入泽国 成为牺牲品 所以中共的三峡大坝就跟中共的政权一样 看上去很宏大 实际上随时可以崩溃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讲得比较仓促 也比较随意 比较临时 有不周之处 请大家反馈和指正和指教 希望给广大的网友和听众保持联络 家园办得很好 主持人张杰 还有这边的主持人股民 他们都做出了辛苦的劳动 希望大家继续提供支持给家园群体 我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祝广大的听众和网友 何家欢乐 周末愉快 度一个愉快的夏天 好 再见 好 非常感谢陈老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访谈就要结束了 我们再一次感谢陈老师 也感谢各位群友们的热情参与